Hello大家好,我是小吴,欢迎小动拓帮 在中国古代的战乱动荡时期 不免有一些寿命短暂的小王朝 比如说夹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 可是有这样一个王朝 他将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 活生生地给劈成了两半 仅仅存在十四年就迅速灭亡 它的存在就像是历史游戏中的一个bug 它就是新朝 可是更有意思的是 在这个bug出现之后 有一个有如补丁一般的人从天而降 将历史拨回了正常的轨道 也正是因为它汉朝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复国的朝代 今天咱们就结合零星的历史记载 以及神话传说 来跟大家脑洞一下 20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淮男子天文逊记载 在上古时期中华大帝有五方天帝 分别是中央天帝皇帝宣元 东方天帝太号福西 南方天帝炎帝神龙 西方天帝绍号津天 和北方天帝专须羔羊 皇帝宣元位居四方之中 他打败赤游之后便坐镇中原 后人奉他为至高大神 统管四方 后来皇帝将西方区域划分给了长子 白帝少号来管辖 将北方区域划分给了孙子专须来管辖 东方则由亲帝太号福西坐镇 福西人手蛇身 与女娃兄妹相婚 生儿育女成为了华夏民族的创世神之一 他还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 创造了占卜八卦 又洁生为网 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 可以说是我们人文祖先 而炎帝坐镇南方 清肠百草 发展用草药治病 发明刀根火种 因善火而耕 故号神农士 也称赤帝 早在上古五方天地时期 中国就有了三元四象二十八秀的说法 《实际天官书》中记载 天上的一千四百六十五颗繁星 由二百八十三个星官所管理 星秀的运行可以执行天命 人间的吉凶祸福和天上的星象 都是有对应关系的 人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动 来看天下局势的变迁 后来西汉思想家董正书 更是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说法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 即使是君主也不能逾越天道 宿命论随之推行 那么究竟什么是宿命呢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秋天 此时秦始皇刚刚驾崩 还是秦朝一个地方小官吏的刘邦 奉命押送百余命劳工去咸阳 为秦始皇修建陵墓 秦始皇末期由于残暴的统治 民不聊生劳役极重 在押送修灵劳工的第一天 就有人在路上趁雨天逃走 众人赶到宿营地之后 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刘邦起来一看 又有不少劳工逃跑了 这样下去还没到咸阳 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他也没法交差啊 于是刘邦就心一横脚一跺 对劳工们说道 想回家的我愿意放你们走 如果不愿意走的 留下来跟着我起义吧 劳工们对刘邦是感恩戴德 不少人都选择留了下来 这就是刘邦起义军的雏形 就这样刘邦带着他的初始班子 改道往南走 就在这时玄幻的一幕出现了 刘邦一行人看到一条蟒蛇 挡在道路中间 众人都不敢向前 但是刘邦作为首领 他丢什么也不能丢了气势 他举起宝剑 手起剑落 白蟒被斩成了两劫 只见白蟒挣扎着喊道 白阴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斩我头我窜你头 斩我尾我窜你尾 现在你将我拦腰斩断 那我就窜你中断 刘邦心想 妈呀这是遇见蛇精了 晚上他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一个老妇人抱着白蟒的尸首 哭着说道 瓦尔本是白帝少号之子 转世化身为一条白蟒 如今却被赤地神农之子给杀了 紧接着白蟒献身对刘邦说道 你今日杀了我何时还命呢 睡梦中刘邦随口推托说 这里高山土岭哪有命还 平地还命吧 只是刘邦没有想到 梦中的这句话 在日后竟然一语成诚 传说刘邦就是赤地神农士的儿子转世 他的使命是奉天成运 在秦始皇驾崩之后 取代祖龙成为真龙天子 可是没有想到 这条历史主线之外 还有一个副本 白帝少号福西之子 在秦始皇驾崩后 也来到人间 想要和赤地之子瓜分天下 可是刚刚出场就被批成了两半 相当于没出新手村 就让你下线了 这白蟒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玄幻的故事 可是在史记高祖本记中 长得到出处的 汉元帝出源四年 公元前四十五年 心有不甘的白蟒 脱生在校园皇后 王正军的兄长家里 取名王蟒 西汉自汉武帝以后 全部都用外戚辅政 汉元帝的皇后 王正军六十余年为天下母 辅佐了四个皇帝 王蟒作为外戚 一开始表现的也是 恭敬勤劳的样子 深得人心 后来被封为新都侯 在南洋得到了一块封地 此时的王蟒官越做越大 人却是越来越谦逊 家风简朴 自己省吃俭用 却把钱拿出来帮助别人 可就在公元前七年 王蟒的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 这一年汉成帝驾崩 汉埃帝留心继位 王蟒在家整整一年隐居不出 此前王蟒是道德楷模 纯臣表率 可是再次出山之后 王蟒却性情大变 野心暴露无遗 他还甚至因为家奴 逼死了次子王祸 后来王蟒的四个敌长子中 只有一人是病逝 其他三个人 都是被王蟒逼上了绝路 虎毒尚且不食子 可见王蟒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 是有如冷血动物的 有人说王蟒就是在 闭关的那一年 发生了穿越事件 一个来自现代社会的人 灵魂穿越到了王蟒身上 才导致他一系列 性格行为的骤然变化 也有人说那条白马 白帝绍号之子 一开始拿的就是穿越剧本 时机成熟之后 才将本性暴露无遗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中国历史上可信度 最高的穿越者 就这样上线了 至于王蟒 为什么是可信度 最高的穿越者 我们先按下不表 稍后解密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一年 严谨25岁的 汉埃蒂留心驾崩 汉埃蒂死后 留给西汉王朝了一个烂摊子 由于生前过度宠信 男宠董贤 汉埃蒂的身子 几乎被色域给掏空了 没有子嗣 皇帝突然驾崩 又没有立四 西汉王朝局面一度崩溃 此时王蟒在姑姑王政军 鄙视太皇太后的提携下 当上了大司马 掌控了兵马军权 迅速稳定了局势 得到了朝臣的一致好评 随后王蟒盈利 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汉进京 成为了汉平帝 此时刘家人不知道的是 命运的齿轮早已经开始加速转动 还记得刘邦在梦中对白蟒 说的那句 平帝还命帮忙 在朝堂上年幼的汉平帝 有如提线木偶 没有任何的实权 王蟒只手遮天 公元六年 年仅15岁的汉平帝驾崩 三年后 王蟒逼太皇太后王政军 交出传国玉玺 改国号为新 自立新皇帝 至此白蟒终于大仇得报 此后王蟒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冻结奴隶制度 禁止婢女和奴隶的买卖 限制奴隶的数量和范围不再扩大 其次平均分配土地 人均土地100亩 如果多占土地的人 不管是富豪官吏还是普通百姓 都要拿出来分给其他人 再次实行官府专卖制度 酒 盐 铁器 以及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 都归国家所有 由政府开采 还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 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 年利息为10% 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剥削 不过话说回来 你确定这10%不属于高利贷吗 另外王蟒还实施了计划经济 由政府来控制物价 防止商人恶意操纵市场 最离谱的是 王蟒还非常注重科学实验和发明创造 有一次王蟒得知 有个能工巧匠 能用鸟类的羽毛制作飞行器 可以让人飞百步之远 于是立刻召见 不仅观看了他的表演 还大力支持他搞实验 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 发明了游标卡尺 这由王蟒整的游标卡尺 和我们数学课上使用的游标卡尺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发明可是比西方国家 都早了1700多年 所以王蟒老哥 你究竟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呢 从这些改制中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 王蟒超前的思想 著名的大学者胡适 曾经评价王蟒说 这就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间接坐实了王蟒穿越者的身份 但是王蟒的这些改革 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 与发展水平是严重脱节的 过激的做法 也引得民怨在道 同时引起了卫面管理机构的注意 如果让王蟒一直这样搞下去 中国历史弄不好 直接从奴隶社会飞越到现代社会了 王蟒就像是历史这款游戏中的一个bug 是bug就需要清除 很快另外一位天选之子 王蟒的克星 卫面之子刘秀登场了 刘秀出生于公元前五年 一出生便自带逆天的运气 被称为大汉锦里 传说刘秀是紫薇地心下凡 在他出生当晚没有灯火 却赤光照耀了整个房间 还有人说 刘秀就是卫面管理机构派出的卫面之子 所谓卫面最初是来自科幻小说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一个独立的宇宙或者维度 而卫面之子则是在这个宇宙或者维度中 集所有好运为一身的人 新朝末年由于王蟒过激的改革 再加上连年天灾 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各路豪杰纷纷起义 此时的刘秀也就是个地道的农民 他虽然是汉室宗亲 但家族早已落败不堪 不过当时的刘秀也满足于此 并没有其他想法 只能说外面管理机构还没有给刘秀下发任务 但是已经开始为他铺路了 首先刘秀的哥哥刘衍野心极大 想要在乱世之中闯出一番名堂 为此他说服刘秀一起趁乱起兵 打着副高祖职业的旗号 骑着两头牛就开始了征服天下之路 其次根据后汉书《光武帝记》所记载 早在刘衍刘秀展露头角之前 新朝末年民间就开始流传一句秤伟之言 说的是刘秀发兵补不到 卯金修德为天子 这就是后来让无数帝王素叶难昧的卯金刀之秤 卯金刀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繁体的刘字 这句秤语后来也被简化为刘氏当王 每当乱世就会有类似的秤语出现 穿越的王莽深知自己改变历史所带来的副作用 同时也注意到了秤语中的刘秀二字 开始被加警惕 他一开始以为这里的刘秀指的是自己身边的辅政国师刘新 刘新是汉式的皇族后裔 同时也是保护金伦的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 西汉哀帝时期 刘新因为与汉哀帝冲撞了名讳 故改名为刘秀 早在王莽篡权之前 刘新便与王莽交好 后来甚至背叛了汉士 辅助异性王莽篡得了政权 可是此时的王莽却因为这句秤语 对昔日的好友起了杀心 年过七旬的刘新也不愿意坐以待毙 在身边人的怂恿下密谋杀掉王莽取而代之 最终在这场博弈中 王莽还是技高一筹 刘新被逼自尽 可王莽不知道的是 此刘秀非比刘秀 他真正的克星还没有出现 刘衍刘秀最初的起义军只有不足千人 因为他们在春林正式起兵 起义军也被称为春林军 一开始春林军兵少降寡 又没有资金装备差 很多兄弟们都是骑着牛上战场的 刘秀的大哥刘衍意识到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加入了当时实力最强的陆林军 此后刘衍冲锋陷阵 陆林军也不断的大败王莽军队 得到了全国的响应 为了更好的同龄起义军 主将们决定选出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需要异于控制 所以他们放弃了勇武的刘衍 转而选择了怯懦的刘璇 史称耕史帝 碍于陆林军的实力 刘衍也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功高震主 一时风头无两的刘衍 最终还是被刘璇设计杀死 但是刘衍的英年早逝 在某种程度上为刘秀铺平了道路 曾经跟随着刘衍 欲血奋战的兄弟们 一方面为刘衍感到不值 另一方面在刘衍死后 死心塌地地追随其地刘秀 与此同时 王莽听说陆林军立了新的刘汉皇帝 急忙派大司徒王巡 大司马王毅率兵四十余万 去昆阳县剿灭陆林军 刘秀带领一万多陆林军将士前来迎战 这就是著名的昆阳之战 这悬殊的军事实力 正常人一听 第一反应就是 别打了赶紧逃命吧 可是别忘了 咱们刘秀背后 可是有整个卫面管理机构支援的 根据后汉书记载 正当王莽的数十万大军 准备围攻昆阳城时 夜空中突然天降陨石 火光四射 铺天盖地的陨石直勾勾的全部都砸在了 莽军的大营 很多士兵直接被砸死 没被砸死的 也被这个奇异天象给吓了个半死 可是反观陆林军 士气大正 他们趁势追击 莽军大败 纷纷夺路逃命 期间还发生了士兵之间的踩踏事故 可以说是尸横遍野 这一奇观后来被戏称为 刘秀的陨石召唤术 这还没完 陨石过后的第二天清晨 莽军的军营上空就出现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没一会儿狂风突起 暴雨如注 治水猛涨 莽军军队剩余的将士们在逃亡中 有的被冲散 有的直接被淹死 最终大司徒王寻被杀 大司马王毅只带着几千残兵 一路奔逃到洛阳 当莽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之后 大惊失色 原来趁雨中的刘秀在这儿等着他呢 而且这哥们打仗居然开外挂 可以说昆阳之战一次性就动摇了整个新潮的根基 三个月之后 陆林军攻入长安 王莽政权由此覆灭 不过此时天下的主人公还是耕使地刘玄 随后 卫面管理机构 趁热打铁 给刘秀配了两个贤内助 一个是南洋新野的豪门大户 殷家千金殷利华 另一个是真定王 刘扬的外甥女郭盛通 刘秀与殷利华早在多年前就结缘 殷家祖上能够追溯到辅佐齐桓公 成为春秋五霸的名相管仲 管仲除了治国友方 还非常的有商业头脑 所以殷氏家族学业中就留着经商的天赋 在秦汉的几百年里 虽然没有在朝堂中获得非常显要的职位 但是却一直富裕 而且殷利华还有着金氏的美貌 李白就曾经作诗赞叹殷利华的美貌说 丽华秀玉色汉女娇珠颜 可以说殷利华一个人 直接拉高了汉朝女性的平均颜值 刘秀对于殷利华也是一见钟情 甚至在懵懂年少的时候就曾经说过 事换当作执金物取妻当取殷利华 不过那个时候 刘秀也只不过是起义军的一个小头头而已 实力还不足以向殷家提亲 如今昆阳之战过后 刘秀声名大噪 公元前二十三年顺理成章的娶了殷利华 与此同时 真定王刘阳也看到了刘秀的潜力 带着兵马粮草投资刘秀 还将自己的外甥女郭盛通直接嫁给了刘秀 在殷家和刘阳的大力支持下 刘秀很快颠覆庚史帝刘玄政权 于公元二十五年称帝建立东汉 史称汉光武帝 从奇牛起义到复国称帝 刘秀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 三年之内从一介农夫变成了天下之主 说他不是如有神助 估计都没人敢信 最后我们回到故事最开头 白莽被斩的神话 根据汉书王莽传所记载 新朝覆灭之后 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其头颅被悬挂于闹市 供民众泄愤 此后头颅便不知所踪 直到大约两百多年之后 一场爆发于西晋皇宫的大火 揭露了王莽头颅的下落 此事记载于晋书张华列传 西晋元康五年 公元295年 皇宫武库发生了一起大火灾 不少珍贵的藏品都葬身火海 其中就包括汉高祖刘邦的斩蛇剑 王莽的头颅还有孔子姬 也就是说王莽的头颅 一直成为了皇室的收藏品 还被放于武库中保管 那么历代的皇家 为什么要珍藏这样一个 转瞬即逝的朝代的皇帝头颅呢 传说刘秀在登基之后 就立刻重修了皇家武库 并且命述士用法术将白莽的魂魄 封印在了王莽的头颅当中 此时刘秀可能已经察觉到了 王莽穿越者的身份 知道当初那条白莽 正是扰乱历史的始作俑者 皇家武库中天下兵戈的杀伐之气 就是用来镇压白莽魂魄魄的 这还不够 王莽头颅之上 悬有汉高祖刘邦 当初使用的斩蛇剑 头颅之下垫着一只圣人孔夫子穿过的木机 这头悬真龙天子剑 脚踏夫子圣人机的阵法 将白莽的魂魄整整锁了两百余年 然而西晋的这场大火 彻底破坏了阵法 那么白莽之魂 是和斩蛇剑圣人机 一起葬身火海了呢 还是隐藏在某处叙事待发 等待下一次扰乱历史的时机呢 又或者西晋大火之后 白莽早已转世 我们原本的历史进程 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了呢 那么卫面管理机构 会不会又在将来的某个时刻 派出另外一位卫面之子 来矫正历史呢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脑洞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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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